大批警方鹤枪实弹破门而入 嫌犯看到立刻举双手投降 刑事局破过一起诈骗国人出国案 犯罪集团与柬埔寨人口贩运集团配合 透过社群媒体以优渥工作条件为诱因 假意招募民众前往柬埔寨从事博弈客服 人头贷款等工作 被害人签订工作契约赴柬埔寨后 却遭到钳制自由 从事网络电信等诈骑工作 近来我发生有多起 国人遭到人口翻译集团诈骗 以求职诈骗这样一个方式 骗到柬埔寨去从事一个 这个电信诈骗的一个案件 那我们在刑事警察局 在今年的3月的时候 接到了我们的一个被害人来报案 经过深入追查之后发现说 这个犯罪集团 持续的在用FB IG 等等网络社群媒体 来去偷这些假的求职讯息 来诈骗我们国人 来去前往天赌站 那我们在5月5号的时候 这个栏查到了三民的嫌犯 在台北市的旅馆正在看守 三民被害人 他们遭到了一个网络求职的一个诈骗之后 先帮他们送到那个台北市的旅馆 带由这些集团的分子看守他们 帮他们办理这些相关的PCR以及 护照出国机票的一个相关文件 那我们见这个情况警示 在5月5号当天 就与专案小组在现场进行了一个拦截 就下了这三民被害人 那也顺利的代表 代表了这三民的嫌犯 并且向法院申请积押获得 经过两个月的深入追查 发现这个人口翻译仲介集团 是由竹联邦份子李全豪来为首 与这个柬埔寨的账费集团合作 由他们在台湾成立人口仲介翻译公司 在这些网络偷不死的广告 以高薪轻松只要会打字 从事文字客服等等这样的一个 招募的一个话术来去骗取国人 从去年的11月开始到我们今年5月 这个破获他们这个集团 大概有82名的被害人 警方已举破获以理性嫌犯为首的犯罪集团 当场居提6名嫌犯 并查扣电脑模拟枪支空包弹 点验超机等相关证物 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 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那我们在7月5号的时候 搜证完毕的时候 就与专案小组缤分多处 执行了第二波的居体 逮捕了6名其他幕后的嫌犯 并且有三民主席向法院申请积押获作 那在这边警政署 向这些人口发育集团分子警告 使用诈述来去骗取国人出国是属于重罪 那我们不会容忍这样的犯罪行为在国内发生 也提醒这个适逢这个暑假 这些想要求职的民众 尤其清零学子 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广告 高薪轻松出国旅游等等 务必要去做一个查证 那这样的一个前往柬埔寨的一个诈骗案件 警政署统计到现在 已经将近有破百例 希望民众不要再轻信这些诈骗集团的化修 警方呼吁民众切勿为了诈骗集团提供支佣金 让自身身陷险境 同时以诈述使人出中华民国领域外实属重罪 对犯罪集团绝不宽怠 会在第一线坚守国人安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我们一位冠给了诈骗集团 几个人按清楚 操轨 那么 你们